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键有high cut高频切除 大约是从1000赫兹以上开始滚降衰减 speaker to input就是把输入切换到背后的接口 从别的箱体并联到它 最大可承载400W的功率 中间的两个口子一个是input 另外一个是through 旁路输出 右边的tone是一个无源的EQ均衡 也就是通过衰减不同的频段来改变音色 但这样也会让整体的信号电屏变小 只能通过配合boost来做音量的补偿 tone有6个档位 可以理解成是6种不同的EQ均衡曲线 下面两个按键 左边的是将tone修饰作用与旁路的输出 右边是tone的启动开关 在背后是有两个卡路输出 一个是line线路电屏 另外一个是mic 麦克风电屏 这里还设计了一个耳机输出 另外一物并没有设计电源开关 只要插上电源 它就一直处在工作的状态 这个还是稍有些麻烦的 如果是在录音棚搭配了时序电源 相对就好管理一些 接下来是ADSYS Reddi 它的卖点是内置了一根6NEP电子管 以及Cinemac定制的大型变压器 可以产生丰富的斜波 在控制箱上非常简单 只有一个level旋钮 提供16dB的信号增益 它的这个设计并不能通过提高增益来获得更多的斜波失真 或者说达到过载的音色 可以理解成只是一个单纯的信号放大提升 并不会改变音色 音频的接口全部布局在了正面 输入接口是组合式的 支持卡农和6.35两种输入 上面是through 旁路 再就是一个卡农输出 背面是电源开关 伏地开关和电源接口 最后就是RADIO在去年末推出的旗舰级产品HDI高清Di盒 这款产品最大的亮点就是既可以选择最纯净的原始信号 又可以混入电子管模拟电路和定制的Jensen大型变压器 所带来的斜波失真 增加饱和度 提升质感 Presense可以提升高频 增加细节和临场感 内置还有个两档的Opto光学压缩 可以避免录音时一些过大的顺态导致斜波失真 具体的介绍大家可以去翻看我们之前做的一期专题评测 我们在这里就不做过多的赘述 做这个对比还是要有个标准的音频来作为参考 那我们就加入高端级别的声卡 Universal Audio Apollo X8P自带的高阻抗输入录制的一份参考声 这也是我们本期对比录制所使用的声卡 通过测试得出的数据 HDI管比Color的设置下是最干净品质的 那我们就先录制它 用它来作为一个原始的音频 通过Reamp的方式来将这个音频逐一回放到三台DI盒之中 确保每变弹奏都是一样的 那接下来的视频建议大家配戴好监听耳机 或者使用监听音箱来获得更好的视频体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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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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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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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听轨道的时候 HDI相对来说 是在三款DI里面 音色提升比较明显的 润色之后的质感也非常漂亮 瑞Di其次 它也会带来一些轻微的染色 听感上会比较柔美温暖 不过呢 音色还是比较单一 缺乏可调性 用的类型是属于比较纯净的 它的修饰染色 仅仅只是在EQ均衡上 再做一些变化 在音色的质感 其实并没有很大的改变 接下来是重头戏 实战运用 把它们加入音乐之中 看看在混音之后 它们的表现到底如何 这次我们捣鼓也非常荣幸 邀请到了我们长沙本土 非常优秀的一支独立乐队 骑士游乐团 吉他梁慧老师和贝斯鲁尼老师 录制的节选是来自于 居心这首细节满满的诚意作品 为了更加贴合实际的录音 木吉他还加入了两支麦克风 分别拾取共鸣箱的一侧 以及纸板12品附近 贝斯也加上了相体实音的信号 后期混音中 这几个不同的DI轨道 它们的音量比例 效果链 插件 以及参数 都是完全一致的 下面的视频会比较长 我们把四个不同版本的混音 逐一放一遍 大家仔细聆听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你看雨后那已经分到了手掌心 梦花年年有此 美得不尽人意 就作梦花果吧 无挣扎心 翩翩阳柳暮 遇到海中今 路途趣味 三分针 也起分笔 想透的却几杯几句 纪念东西 执着五年 留一番战战自喜 难得哭笑 极其极楼 轻穿风雨 执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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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你看雨后呢 已经分到了手掌心 梦话年年有此 美得不尽人意 就做梦话锅吧 不振扎心 翩翩阳流暮 遇到海中今 路途趣味 三分针 也起分冰 箱头的缺 几杯几句 纪念东西 执着五年 留一分战 战自喜 难得哭笑 几起几落 几川风雨 大家听完了视听 可以把你们的感受打在弹幕上 让我也知道你们的想法 我自己在仿佛对比这四段音频 并且做了多次的盲听 得出的感觉是 区别还是有 但是并没有想象中来的那么的巨大 相对来说 Reddi和HDI的特点会稍微明显一些 Reddi我个人的感受是高频要柔和一些 测试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 衰减的比较早 听感上顺态的音头会软一些 也就是有点肉 这样的特点其实作为伴奏来说 融合度还是相当不错的 Reddi的HDI在清晰度上 我个人认为是最好的 尤其是增加了pre-sense 高频会有很多细节 空气感很足 打开了color 音色会变得饱满 密度比较大 单独听的时候尤其明显 不过这首歌我在HDI上的参数设置 会比较保守 还是以清淡为主 这样的会比较符合这首歌的气质 细节丰富 我认为是区分出HDI的一个关键 保留更多的细节 在后期中就有更大的处理空间 阿尔隆U5相比之下 特点就非常的不明显 就是因为它确实干净 没有什么谐薄染色 只是EQ上的一个修饰 说不上有什么显著的特性 以至于我多次盲听都区分不出U5和Apollo神卡 自带的高阻抗输入有什么区别 它们的声音都太表准了 缺乏个性 这首歌在base上的预设 我选择使用Tone3 这是因为在6个预设之中 Tone3的EQ修饰相对来说会比较保守一些 巨星这首歌的base有大量的中高把位演奏 需要保留足够多的中频 如果说中频切多了 就很容易造成空洞 所以对中频刷减更大的前两档 在我看来 在这首歌里就不是那么适用 目击它使用Tone5刷减掉低频 这个都是常规操作 应该没有什么争议了 总的来说 U还是给我一种不痛不痒 缺乏个性 音色上并没有独一无二 或者说不可取代感 三款产品之中 我最青睐的还是RadioHDI 这么几点理由 首先它的音色可塑性比较高 从完全干净 到模拟电子管 加变压器这样的饱和湿针 它都可以做出来 满足我的不同需求 甚至可以录制的时候 把卡拉关掉 只录制干净的信号 后期再通过RAM的方式 再去找到合适的染色 第二点对于乐手来说 它可以作为一个润色的效果器 通过背后Process Out这个接口 把增加染色后的信号 送到乐器音箱里 可以获得一个更好听的音色 这在现场演出或者录音中 都非常的实用 第三点就是编写性 HDI的体积最小 大约只有4.5斤 RDI不大 但是比较长 大约有9斤 U5的块头是最大的 重量也达到了11斤 三个产品的价格相差不大 相比普通的DI盒 这种高端产品多花的钱 其实就是在买它们的染色特点 让枯燥的信号 变得更加的鲜活 更耐听 更富有音乐性 这些都属于听感上的提升 比较感性 那从理性的角度看 染色其实也就是信号失真 变得不真实了 但有时人耳往往就喜欢这种轻微的失真 觉得听起来会更有味道 那么大家会更喜欢哪一款产品呢 欢迎到视频下方的评论区交流探讨 再次感谢 其实由乐团的两位老师 参与本期评测录制 大家可以到网易云音乐 关注一波 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不要吝啬你的三连 更多音频好多的分享 记得关注我们导谷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